这两天正好在高考 我先祝愿每一位参加高考的学子们能够取得好生计 考取你希望读的那所学校 那么前两天还在陆陆续续收到我们的粉丝来问我 我的高三选择或者是高考要不要选择书法类的这个美愿 那我想从我自己的这个故事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书法的 我为什么可以坚持 以及我为什么高考的时候没有选择美愿 当然也希望我们的粉丝我们的观众 可以在评论区写下你为什么会喜欢书法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跟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给上述的一些人的一些启发 好了我叫九度 我是一名85号书法工作者 欢迎来到九度要你聊艺术 这个事情要从小学开始说起 我这个人没什么特点 但是做了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课代表 我还挺享受这个课代表的 因为自己有虚荣心吧 平时可以因为做了课代表 可以批批其他学员的一些简单的这个作业 背诵啊 墨写啊 可以考察一下他们 帮老师打打下手 老师也很喜欢我 但是啊 我从来不打小报告 并且我不喜欢别人打我小报告 然后呢 我那个时候 大家也看出来了 比较实诚 脑子不这么活络 所以我的到了初中啊 我的这个数学 化学 这理科成绩不是很好 但是呢 靠死机硬背的东西啊 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 所以语文的默契啊 语文的阅读理解 包括英语啊 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所以总体成绩啊 不算太差 那么在小学的时候呢 我做了 那个很有趣的 我做了这个大队委员 我在想 为什么我不做大队学习委员 老师让我做大队劳动委员呢 我现在想明白了 因为我爱劳动啊 喜欢帮老师做事情啊 认知负责 老师一看 你的成绩也不是很好 那你做这个最合适了 对不对 检查一下劳动啊 什么的 至少这点责任性 我还是有的吧 那么在上小学的时候啊 我印象非常深刻 读语文课的时候呢 我特别喜欢顾聊的时候 在这个印刷体上啊 拿个铅笔就这样 涂涂抹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以前这样的习惯 所以我的同桌啊 也是我的人生的好朋友啊 我一直跟他开玩笑 你操我语文作业 那我就操你化学作业吧 他一直吐槽我 只有什么好画的呢 对不对 反正就是喜欢画 然后在上小学的时候呢 除了我的虚荣心 我还特别羡慕出黑板报 因为当时我们班里面 有一个写字特别好的人 他是外面学书法的 每次出黑板报啊 都是让他来出 写那个粉笔 在墙上写字的感觉 却很好 当然我也没有记录他 我就很羡慕他嘛 好 然后我们小学 四年级上半学期的时候啊 全校有一个名额 可以推荐到 当时的一个 比较好的外国语 附中 那怎么办呢 那学校里面就选呗 每个班出两个人 那么老师吧 肯定是在大队委员 大队长这里面去推荐的嘛 我也有幸被选上去了 选选选 甚至于我们的校长 我明年感受到 我们的校长更喜欢我一点啊 我那个白白泡泡比较可爱嘛 他甚至带着那个选拔学校的领导 到我们教室门口来 对着我指了几下啊 我应该可以感受到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啊 在刷到最后两个人的时候啊 我落选了 那个人上了 我落选了 然后我回去抱头痛苦 哭了很久 然后我妈就问我 这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感觉你没有人家好 或者你为什么别人被选上了 我就说啊 我们两个人成绩差不多 别人也挺有秀 但是呢 唯独让他上的就是他会小提琴 他有一技之长 在我们那个领带有一技之长啊 是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不像现在大家每个人学了好几样 那那个人有小提琴 我什么都不会啊 对吧 就因为这一点 那个人被选上去了 那我的家人就问我 那你喜欢什么 我就送你去学 那我就毫不犹豫的说 那我喜欢书法 那么一学呢 就学了很久 也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呢 开始我的书法起门的这个学习 那么题外话 后来初中到高中 那个被选上去的人 打了个电话给我 跟我说他高中考得不好啊 我就表面上是嘲笑的 其实也是安慰他 我们因为都在一个小区啊 那后来也没有什么联系了 那个时候我后来心里面暗爽一下 然后再讲讲我们以前上书法课吧 我觉得跟现在大部分的学书法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那个时候每周只有一节课 固定的 比如说每周几的上午 两个小时 寒暑不公 再热的天下再大的雨 老师肯定会在 我们也肯定会去 那个时候啊 一节课就一个教师嘛 就七八个人 老师也没有版书 但是上课的内容比版书更精彩 我们听的比有百数更投入 老师不光教我们写字啊 更重要是教我们怎么做人啊 我们的学习习惯 我们的阴影举止 我们的生活状态 他都帮我们拿捏的比较好 反复的跟我们强调 除了写字 你还要多去游学 多去看经典的东西 多去看古朴的东西 多去跟有智慧的人交流 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啊 不会东看西看 就是学员之间啊 或者是同窗之间 你学习我 我学习你互乱交流一下 你说枯燥嘛 真的是很枯燥 但是呢 就是因为喜欢 就是可以坚持下来 偶尔初三和高三 因为有中考高考的压力呢 可以停一停 然后还会再继续投入到 书法的学习党中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学书法 目的性也不强 对吧 比赛偶尔也会有 但是呢 总体来说次数不高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知道 有一个比赛上海市 是可以中考加分的 叫20分 但是那个比赛名额特别少 而且是真 真才实料嘛 真刀真枪的 一定是看水平的 可能一次上海 也就一到三名这样子 那其实现在也是有的 上海有一个叫 上海那个书画艺术团 你参加这个团 如果有被推优 那你在考高考的中考的时候 会有20分的加分 那去年呢 有一个南汇区的一个学校 那因为这个书法 给他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高中 但这个的比例 相对于西方的音乐 舞蹈 管弦乐 这个书法的比例 还是比较少的 这就是现状 当然我们也没有指望那个东西嘛 所以说 加分 比赛 这些目的性是很弱的 还有一个跟现在不一样的 我们的目的性 不是目的性 我们那个家长的干预性 这很少的 我家人认为 我托付给你老师了 就完全听你老师的了 我也不会特别多的干预 不会像现在 我有的时候 其实越到后面 你会发现越浮躁的这个社会 我会越担心家长的看法 不像我最早创办工作室 我不会跟家长去沟通的 我不会跟他说 你幼儿园 大班 自一开始是不好的 你不用去太在意这一些 你只要让他把动作做出来 我让他规定的一个字写三遍 或者写六遍 你让他不要一会儿两遍 一会儿十遍 这样 让他把思想集中起来 我最早都不会这样去讲 但是现在我发现 有点不一样了 我会担心 我会跟家长去沟通的 就是说 有的时候家长会想 我小朋友请你背写的 挺好的 一个一个字很端正 大小差不多 你能让我小孩子写自如高生 这个一大一小歪歪扭扭的 他们觉得不好看 对不对 我要跟他们家长做思想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家长的干预性 会无形中间给老师带来压力 给小孩的书法学习带来干涨 这个是我最近的一个体会 这是我们以前学习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讲讲我高考的时候 为什么不考书法的美院 很简单 因为不知道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上了一个驱动点 在上海 成绩不算很好 但也不是很差 至少还是有书读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 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去考美院 对吧 因为我感觉我喜欢书法 我不一定要通过美院来基于我的学习 我平时还是可以向老师学习的 作为学校里面的老师 觉得你就按照正比较符合你的这个轨迹去学 作为家长 给你考虑到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条件也没有到很好 要考虑的首选 你毕业之后能不能找到一份 至少可以养活你的工作 往往是从这个出发点来考量的 那么好在我后来报了一个中国民航大学 读的是积淀维修 结果也是好的 我们还没毕业就被招走了 意识不用愁了 但也是因为这两年的国企工作经历 让我明白了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什么样的事业 什么样的生活 因为这一些在我大学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直到你走上社会看到了一些蒙蒙隆隆的状态 自己有了一些坚定的信念 那么才从国企师之创办了出发工作室 因为有的时候一些事情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清楚的记忆到高三的时候 因为高一高二嘛 物理还不错 我比较喜欢死经被买一些公事 一些提醒还背得住到了高三 因为高一高喜欢打篮球谈恋爱 物理就一下子跟不上了 就那个时候很挫败 非常挫败 而且我们学校有公布你在班级里面的排名 就每次心里是不好的 我就想转班 我们转到一个文科班去 家长也是同意了 但是有两个人影响了我 一个是我们的年纪主任 说不行 这不适合你 第二个就是我坐在我前面的一个人 我们一起打篮球的 他说什么 你要转到文科班 那我们绝对不允许 不允许你离开我们 被我们继续盖帽 被我们打篮球继续盖帽的 不行的 所以我感到那一刻 我很感动 我就感觉还是有人在乎我的 没有人因为我的学习成绩 好像不如他们 对我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所以我就没有转 那个事情是影响到我很大的 当然这是一个小插曲 对吧 这是高考为什么不考美院 那我现在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说什么 就比如说你们看 截图这个人问我的 他的情况就是最常见的 我觉得相信百分之保守一点 说是50%的人 报考书法美院的这个情况 他的成绩可以上一个不错的二本 但是我如果报考一个书法专业 我就可以上一个不错的一本 还及格的一本 我是觉得这样的人 一定要三思 不是说不行 你要考量的一点 你是不是长期的 对传统文化和书法 抱有很大的兴趣 因为读书法要吃苦的 这个苦一开始可能是技法上 以后是生活磨练上的 有可能是心情上的 你的抗压能力上 或者你看到了一些 你不应该你看到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会对你带来很大的冲击 你是不是能够扛得住 当然学书法的本身是快乐的 是不是 尤其是高中 你突然一下子 对因为某一件事情 对书法产生很强烈的兴趣 这个时候你要当心一点 你要多三思一点 我觉得多考虑点是没错的 但我个人建议还是不要 因为你先考一个 比较能够养活你的这个本科 以后你再去读书法的研究生 这也是不难的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觉得你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并且愿意吃苦 愿意坚持 家里的条件还不错的话 那你就去考 我觉得这样的视频 我也聊了很多了 包括我辞职之后 我工作室的一些事情 我已经拍了两集了 八周年的回顾 再包括我这几年 一直在观察社会上面 美院的出路 他们要不要考研 这些问题我也分析了挺多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最终我是住院 已经在美院学习的学子们 你们一定要学好 然后把字写好 在校园里面的生活 过得多姿多彩 这毕竟是我们这些 没有上过美院的人 非常羡慕 非常向往的 然后你们最终一定要报效社会 报效祖国 好了 我叫九度 我是一名八五号书法工作者 期望每一位可以写下 你学习书法 或者是你高考时候的一些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因为那个地方 他需要你有责任心 循规蹈矩 按照步骤 一样一样来就OK了 但可能我这个人年轻 对不对 喜欢有创造性的 所以我还是选择了辞职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 我会那么瘦呢 一方面确实就是那么瘦 而且 另一方面 我是当时 报了一个东方航空公司的 报了一个航空公司的一个安全运的海选 所以要减肥 我成功的瘦身了 而且通过了那个海选 到最后的每一个环境我都通过了 但我后来最终没有去 因为我觉得我太热爱 现在要做的事情 我在想 如果我30多岁 成家立业了 再辞职 做书法工作室 我不一定有那个勇气 因为当 因为相信在那个时候 责任会很大 所以反观我现在 我觉得那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两年裸辞之后呢 我就创办了书法工作室